想要防疫情洗手呢 其實是重中之重 不過呢其實有醫師表示有八成的民眾喔 幾乎呢洗手都洗錯了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但洗手嗨使很多人不得要令 除了失措衝膨插 其實現在光戳手 就有內外夾攻大力丸的七字口訣 每個動作至少五秒鐘 時間加起來60秒才算OK 最常忘記是怎麼洗這個紙背 那你可以兩個手指弓起來 也可以這樣子做一個弓的動作 主要是洗我們的這一個手指背 烘乾擦手都可以啊 不過擦手應該是最方便的 對 因為你烘的時候裡面 可能還有其他的密約體也不一定 另外呢有急診室的醫師說 其實洗完手呢 沖水的時候要像這樣指尖朝上 讓水流把細菌順著往下流 才是正確的洗手方法 吃飯之前 然後如釋之後 然後回家的時候 然後穿脫衣服之後 然後見到小朋友或病人的時候 只要這五大時期洗手的話 就可以保證90%以上 我們都可以保護好我們的手 騎對時機比洗手次數更重要 但說到次數 10年前 H1N1大流行時 台大曾對洗手頻率做調查 發現會增加頻率的大多為退休女性 而男同學較容易忽略 勤洗手這件事 洗跟平常一樣 有啊 跟平常一樣 那你們次數會增加嗎 跟平常一樣 不會特別注意啊 新冠肺炎疫情拉緊報 防疫更升到一級開設 政府嚴正以待 預防省於治療 民眾想防疫 戴口罩 勤洗手不能少 但洗對方法 洗對時機 可比洗得多更重要 這將是社會台北報導